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做miss bambam miss lufla你叫什麼 很fransch 很優秀的名字 很fancy 大家介紹一下 有深層次的就是 老虎啦 你為什麼叫老虎啦 雖然我覺得都很配 小朋友也找到人害怕 那就有點威嚴 順便嚇到老公 沒錯 好 我叫miss bambam 我叫miss bambam因為很可愛 這隻叫做什麼 我們叫bam珠 我們叫bam珠 好 我們抱著bam珠在做什麼 我們先介紹自己 其實我做了什麼 因為我們倆都是教了 英文好一段時間 不如你說一下自己教了多久 我教了不太久 九個年頭 那就是很短 不是很長的時間 沒錯 九年中主要教幼 三歲以下 K3以下 我覺得是很小 因為這麼小 其實很難教 我個人覺得是很難處理 因為我教的 多數是大 例如K2K3 就教科學 或者小學 中學 還會很輕 可能教reading writing 或gram 這麼小 這麼小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 教識他們 就算唱 或者唱 我也覺得很大 沒有觸感 那也是的 還有 對於他們日後 跟他們打好底 再上去 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 真的嗎 你打好粉底 我們容易做很多 對,所以我覺得 教育有小 這是我想做的 主要是 那我們兩個 坐在這裡做甚麼 其實我們兩個 在一起就是會發現 大家都做了教育 一段時間 都發現市面上 有很多不同的教育中心 有好 或者有很新的 也有不同的教材 教學方法模式 那究竟哪一種 是適合自己的小朋友呢 我也覺得 如果不是本身教過 可能教掌 就算很educated 也可能會很迷失 你選擇誰 很多時候都是 聽朋友介紹 好啊,那就去吧 但是 不一定是 其實是最適合他們的小朋友 去都不要緊 給錢都不要緊 最麻煩 學了一年 都不知道他有沒有學到東西 都不知道他真的回頭 他看到我的小朋友 一年兩年 他真的覺得好像沒有學過什麼 然後轉換其他教育中心 是啊 其實是浪費了小朋友的時間 沒錯 所以我們想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做一個神聖的任務 就是找不同的教育中心 提供不同的教育資訊 譬如分析不同的教育題材 對,教育模式 是適合哪一類的小朋友 嗯 令到家長拿第一手消息 聽聽我們真的有做父母功夫的搜索 對 去聽反而做最準確 就是給一些推薦和推薦 沒錯 如果你發覺你的小朋友是這樣的 可能哪種教育方式比較適合他 或者是哪些教育方式 或者是哪些教育方式 對他們來說會最有效 對,不用玩忠忠忠 去視線之後 又沒有很多教育 對,其實我猜家長也很無聊 因為都真的不懂 都不知道怎麼選擇 對 真的差了 嗯 無論如何 我們盡量我們的能力 去提供一些最準確 最快的知識給他們 好 我們今天先趕著這麼多 沒錯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